你會擔心此刻兩岸關係 希望不要打起來 喔 我還想活著 以民進黨這樣的姿態來講 台灣至少會被打啦 我是蠻希望統一的 你事實物為俊傑啊 你說不統一嗎 不可能 你比不過人家的 所以 統一還是比較好 就避免戰爭嘛 和平 我覺得是要有比較良好的溝通啦 對 然後不要就是有一些意識形態的立場就覺得說 即使我們有問題也不去認錯這樣子 我們這邊要趕快給人家一個交代啦 給人家一個就是 比較確定的說法 不要去掩蓋說真相 好好坐下來談吧 畢竟現在這個年代 只要一打戰就不得了 台灣的人就只有兩千萬 大陸隨便都十幾二十億 用錢都砸死你 根本不需要打戰 我覺得還是要提供真相吧 因為我覺得真相出來才知道是誰對誰錯啊 對啊 因為你沒有真相 你怎麼講人家也不會辛苦